被受瞩目的团结政府 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今天出炉 在全球经济挑战下 我国又即将迎来六个州选举 这份财案是否如众望所归皆大欢喜 华语新闻现场就请来了两位嘉宾 为我们及时点评 是的 那我们首先呢 就欢迎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景荣博士 就是坐在我最左手边的这一位 那另外呢 我左手边的是税务专家拿督蔡赵伟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好 那首先呢我想知道一下 两位对这一次的这个财案呢 有什么样的评价 因为毕竟在26年前的时候呢 时任财长安华 他就曾经荣引了亚洲最佳财长 那这一次他有没有再度的去展现 这个财长的风范呢 我们请大多先 我想大家在听这份讲稿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很不同的 那么安华在讲的时候呢 他对整个财案的掌握呢 是非常好的 而且从我过去观察这个财案的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到第一个他就定调在什么呢 就是先承认讲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是有问题的 国家的体制发生什么问题 那么过后呢 他才来讲说什么是解决方案 那么他的解决方案又分短期中期长期 那么这些解决方案也在就是一个概念之下 就是长明大马的这个概念之下 所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是觉得是蛮不同的一个财政计算 是 那金融博士 我想我的那个感受就是在于他所没有做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像金融刚才你提说这个是 首先他是在我们刚过去的大选 选举出来以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都知道说在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马来票仓 都没有去了团结政府 所以那可能理所当然会觉得说 按照过往的经验 这个可能大概会有很多的这个项目 就是跟如何强化土著群体相关的这些 这些拨款或之类的这个措施 但他没有 你甚至可能找不到说相关类似的 这种字眼在这一次的讲稿 他都没出现 所以我说这一点就很新鲜 然后他其实有惊喜 对 有惊喜 然后他其实也符合了 像刚才蔡大哥说的就是 他是一个符合了昌明大马 这样子在强调族群之间的团结 这样的一种大理念底下 而给了这一次的这个裁案 第二个没有的就是什么呢 你修不到这是一个 即将要进行的六个周选的一个 财政预算案 你当然可以觉得说他谈过很多 谈分很多这个那个 但是那个是本来我常说的 一个财政预算案 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挪用资源 然后给予这个马来西亚的 不同阶层的这个群体 给予这个援助 所以这一点他 你修不到这个味道 那我就觉得说 他其实就是正式把一个裁案 摆在他原来应该有的位置上 就是如何通过 挪用国家的这个资源 然后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 跟这个福利做最好的这个运用 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他有没有做到 雨露均沾这样的一个点呢 我想可能这个 说老实的 这个这个产案肯定有的 你知道因为你每次在看说 这个产案到底他会不会对 这个群体A群体B群体C 各别不同的群体 都是否都有这个拨款的时候 它其实总会有 当然你永远都可以争议 他到底多还是少 对吧 你甚至可能这一次他甚至连提 比如说囚犯他都会提到 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去到这样一个细节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点有 但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整个的裁案 它其实的这个方向很多 然后包括说提诊经济 然后照顾人民的这个福利 然后包括说这个公共部门如何精简化 我觉得这些其实因为你都涵盖到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裁案 当然一个裁案本身它就应该是照顾全民的 所以如果它的各项拨款或者是措施 都在解决人民的问题 包括讲说民生问题 包括这个十五高涨的问题 我想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裁案应该做的 那我们暂且不谈说是不是全民裁案 那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 这份裁案其实就把那个赤字削减到5% 比一字卖政府的5.5%是来得低的 那景龙你之前就曾经说过 政府其实不能一味的去降低赤字 保住经济成长才是更加重要的 可是在这份裁案 你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说 政府并没有大坎开销 那你如何解读这整份 它的这整个操作是怎么样 首先在经济规模不但逐年扩大 然后人口逐年增加的情况底下 其实这个预算开支扩大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需要政府需要有更多的开销 才能够支援这个更多的经济活动 跟人民生活的日常所需 所以我觉得那一点都不出奇 那重点是你如何规划你的这个开销 像这一趟的这个发展开销 就会比之前要增加了 然后这个行政开销就稍微削减了一些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想一下你只要能够把开支 运用在对的地方 确保接着下来 这个所有的每一个开销 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它其实就会带来经济税收 那它就会推动经济发展 然后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的这个测制或者是国债 占的GDP的比例 自然而然就会下掉 你就不用特地去说 要砍这个砍那一个 你这么说往往其实反而是设得其反 经济如果一旦受损 你可能这个测制不减反真的 而且你看到这一次的财政预算 是比之前10月提的来得更加大 那么为什么赤字是反减的 其中除了经济规模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税收将会增加 这就是钱哪里来的这个问题 所以税收将会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当它在优化这些 所谓的开销的时候 基本上每一分钱 能够带来的经济效应 比之前的财政预算案 或许会来得大的很多 就稍微一笔钱 对 好 关于税收怎么来呢 我们稍后再来讨论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次个人所得税方面 那以往都是政府会加大力度 去帮助B40群体 可是这一次我们又看到 有不一样了 就是M40的群体的个人所得税 是降低了2% 那这样的一个援助 两位是觉得说 对M40还有B40有没有到位呢 当然M40每次都是讲说 在财政预算案他们都是被遗忘的 被副业移除 所以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 还比10月提起的财政预算案 带来更好的消息 原本在10月的时候 虽然同样是降了 2个百分比的这个税率 但是之前只减少最高1000令吉 这一次是减少最高1300令吉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是一个变相的 一个现金的援助的一个做法 来解决M40同样面对的 这个生活的这个问题 也可以促进那个消费能力 而且我也觉得说 像这样的一种税率的改变 就是说你中间的税民有减税 然后高收入群体的这个税率却增加 它其实就是一个 你将整个所得税的一个性质变得 我们英文所谓的更progressive 它就是要更累进 就是说你赚得越多 本来应该缴得越多 然后赚得少的 然后就缴税缴少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 这个安华政府整体的这个执政理念 那我们说到赚得多 那就要提一提这个 高收入群体的服务人税了 那政府除了这样调高 这个高收入群体的税率 就可 准税收入呢 基于10万令吉到100万令吉的人呢 个人税务就这样增加 0.5%至2% 然后也提到了奢侈品税等等的 就想先问问我们的税务专家 来 那就是蔡昌宁来跟我们讲一下 怎么看待这个富人税的措施 这个所谓的税务本身 它就是一个 就是评分这个 重新分配财务的一个手段来的 财富的一个手段 所以在这一方面 你会看到这一次是比较创新的 就是像T20征收更高的税 那么拿到这个收到的税 来补贴这个M40 使得讲说政府要失去的税收 不会这么样高 那么在同个时候也向奢侈品 增税 那么包括手表啊 包括一些奢侈品 可能是名牌宝宝要快点去买 所以这一些呢 它就会增税 那么在同个时候呢 政府也将会推行这个所谓的 就是资本盈利税 资本盈利税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想就是重新分配财富 那么使到讲说 我们的贫富的鸿沟呢 是能够缩小 因为以目前的情况 好像首相在讲稿里面所说的 大概就是我们的T20 它得到的就是收入的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是占整个国家的53% 那么N40跟B40只占47%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EPF的数据的话呢 大家看得到就是T20 260万个这个contributor 但是他们的存款是5,380亿 但是B40就是520万 存款只是70亿罢了 差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去缩小这个鸿沟 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好像有点调诡的就是 它把那个T20的门槛也降低了 就是征收富人税 10万以上就要征收富人税 以前应该10万以上 还没有到这个T20吧 当然看你这个10万到100万 这样子的一个税收 然后你就必须要 你的这个税收就必须要增加 但你提到富人税就是 如果你要买奢侈品的话 那你才需要付这个税对吧 但我会觉得说你 其实你要不应该觉得惊讶的一个理由就是 当首相说我们不会进行这个Broad-based tax 就是一个公共广放的这种消费税的 这个改革的时候 但你又期待说 这个整体的财政赤字能够得到改善 你总有一些地方是希望能够通过 就是征一征税的这个方式来填补这个国库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那有钱人他自然而然就应该要 有更多的这个责任吧 对不对 回馈社会 当然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的可征税收入 我们这里在讲的是可征税收入 而不是你一般的收入 可征税收入的意思就讲说 你的收入减掉了个人豁免 而剩下来的那是可征税收入 如果你的可征税收入最高250千的话 25万的话 你只需要多付200令吉罢了 只有你的可征税收入去到100万 你就要多付大约就是11千这样多 万一这样多 所以它还是有区别的 好 我们暂时打住一下 先进入一段资讯 那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彩案报道 以及两位嘉宾的现场点评 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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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